在17下永续发展的目标中 建德国校的小作家们选择了消除贫穷 拯救饥饿 性别平权等八项议题 进行了62本SDGs知识型的绘本发表 迈入第二届的小青鸟工作坊 在乐推老师张思涵的带领下 孩子们不只阅读 还写作出书 让SDGs浅白已懂 孩子们在实作的过程中 他们必须要学会 做在网络世界里面 这么浩瀚的网络世界里面 他们要找到符合自己 研究问题的正确资料 而且还要能归纳跟整理 最重要的是要能够分享给大众 学生练习定义关键字 搜寻资料 阅读网站的文字 绘制新制图 希望带给学弟妹们一些启发 希望说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新书发表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我觉得这就是学校阅读推动的 另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价值 探究课程结束后 6078有四位同学仍然想继续研究 拯救贫穷的议题 他们主动申请参与科华威 线上数位阅读专题探究竞赛 并以如何帮助街友为题 进行长达三个月的探究 在这个研究过程中团队合作非常重要 然后我们也花了非常多时间在这项报告中 知道街友为什么会那么容易没有家庭 主动的去求知 主动的去理解事实的真相 是现在的孩子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学习到的重要技术 另外406班的同学感受身边的问题 活用所学知识 探究有你真好 吸收了很多知识 透过学生自主行动 让师长理解学生的痛点与难处 一起解决问题与自主学习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